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再等一下 看國民黨黨團 親民黨黨 洪軍呢 會來齁 我們就稍微再等一下 我們稍微再等一下 他這次原來 他有出 初步的協調的情況 我現在就跟他講 等一下可能請陳先生和陳委員講一下 我知道各單位先說明 對 然後最主要就是 我們就是先把沒有爭議的大家都確認 好 完美又 因為現在只剩下九十天 如果只剩下九十天就比較單純 好 對 應該是只有那個 就是我們共有八個案子 他們學上見 對 九條還是 八條還是 那除了這八條之外 其他都沒有問題 對 但是這裡面沒有九十條 這這裡面八條 沒有九十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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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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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這樣子啦 現在已經是9點16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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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廖總召 我們現在各黨團的代表都已經到協商的會場 我們就宣布開會 那麼今天我們要協商的第一個案子 就是上個禮拜五 院會通過 院會通過討論提案的第二案 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 部分條文的修正草案 那麼上個禮拜五的院會 上個禮拜五的院會有決議 如果沒有共識 我們就依照議事規則來辦理 所以我們就進行第一個案子的協商 那這個案子是由民進黨黨團的趙偉 陳其邁趙偉負責審議這個案子 我們現在是不是請陳其邁趙偉 大概把這個案子審議的過程 那有沒有共識 有爭議的案子 還有哪幾條 有爭議的條文有哪幾條 那具體的提出 針對這一個修正的法案 我們應該朝哪一個方向來處理 讓它更圓滿的能夠通過 我們現在請陳其邁委員 來說明整個審議過程 跟一些結論 院長 各位委員同仁 我簡單做個補充的一個說明 就是說這個案子 其實是在3月16、31、4月11、13、14 在我們內政委員會審查完去 那當時的決議是必須經過朝野協商 所以我們在6月22號的時候 就做了一次朝野協商 那朝野協商只有當時出席的委員 包括李俊義、姚文治、柯建民、陳秦菲、吳秉睿 我的印象當時還有其他黨團成員 還有黃國昌 當時其他黨團成員有出席 但是有一些黨團沒有簽字 那在審查會我們修正的一個條文的重點大概是幾個 一個就是提議的門檻 由原來的2%降為1% 連署的門檻從13%降為10% 那通過的門檻 原來是原選舉區選舉人總人數1%以上投票 且同意票超過2%以上 那在委員會通過的版本 是有效票多於不同意票 且同意票達原選區選舉人總數1%以上 這個是我們在有關提議連署跟通過門檻的一個 的一個委員會通過的一個意見 那其他的過去有關罷免的這個部分 有很多的一個限制 那在我們這一次的委員會的一個通過的意見裡頭 包括說每日罷免活動的時間 比照競選期間 那所得稅的扣除了選務人員的中立 媒體公平公正原則 廣告宣傳品署名 民調發布規範 罷免言論不得善或犯罪 投票日不得從事罷免 以及不得邀請外國人民為支持 或反對罷免站台造勢等 那因為我們在選罷法裡頭的規定 過去我們的整個法令的一個規定 幾乎都是在規範選舉 在對罷免的一個活動 幾乎都是在我們選罷法裡頭 沒有做任何一個規定 所以呢 我們在這一次選罷法的修正重點裡頭 有關罷免活動的相關的一個規範 在這一次裡頭 大概都是做 比照選舉活動的一個規範來做限制 那包括監察員的一個推薦 這個是在我們一些其他的 這個大概就不是屬於罷免的一個部分 在公職員選舉 過去是這個 包括說政黨推薦等等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因應 台北市跟最近所碰到的一些狀況 改由獲選人平均推薦超額抽籤 政黨推薦獲選人由政黨推薦等等這個部分 跟總統不總統同日舉行這個規定裡頭 大概都把它 把各種不同的情況都把它考慮進去 做一個比較周全的一個規範 那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中選會就有關這個 所謂的電子提議跟連署系統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一次也把它列到 我們這次修法的重點裡頭 但是因為有考慮到 這個整個施行的這個技術上的一些問題 所以辦法跟實力是由中選會來定 也就是說等中選會準備好了 那在我們委員會報告 在我們內政委員會報告完之後 大概什麼時候舉行等等這個部分 我們有授權由中選會來做決定 那其他比較技術性的一些問題 包括罷免提議人數不足等等這個部分 我們時間也給作委委員長一倍的一個放寬規定 那有一些連署這個細節我就不講了 包括半次出的設定啊 罷免說明會的一個舉行 等等這個部分大概在這一次裡頭 都有把它列入規範 那另外一個就是罷免跟各類選舉投票 過去的規定是不得同時舉行 那我們這一次在委員會裡頭 他特別提到說假如說有合併選舉的時候 可以同步來舉行 那但是假如是同一個候選人 他同時也被罷免 同時也在參與選舉的時候 那這個中間怎麼做一些區隔 這個我們在法令上也做一些其他的一個部分 大概以上做簡單的說明 好 謝謝陳委員 我們現在來介紹 我們各部會 來參與這一次討論的 我們的幾個 我們的各部會的這個代表 內政部是我們的政務次長 花進群花次長 好 打個破壞了 我好像沒有溫暖 那中央選舉委員會 是我們的劉易舟劉主任委員 那等一下如果各位對於選舉方面的 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就拜託他們兩個來說明 那麼這個陳其邁招委 大概講過整體在修正過程 有經過協商 有協商結論 那或許還有 有幾條需要大家進一步再來討論的 那等一下就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請 民進黨團這邊有沒有補充 中央選舉委員會標示 蛤 怎麼樣 中央選舉委員會標示 好 針對修正之後 你們有沒有他們的 協商的一個最後的條文 有沒有 你們都看過了嘛 好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 內政部表示一下意見來 報告院長 各位委員 那關於這次選拔法的這個 修正條文 內政部對於有關條件 罷免提案連署通過門檻 以及增列電子提案連署機制 那這些有助於 落實憲法賦予人民行使罷免權的部分 內政部都予尊重 他現在是表示 對對就是內政部的意見 等一下我們 你再可以你就可以再問 好不好 先讓他攪完 攪完一下 好 謝謝 好 剛剛提到這些部分 內政部大家有尊重 那對於這個 時代力量黨團主張的 關於90條 這個罷免門檻 從1 2 改為0門檻 以及刪除現行條文77條 有關現役軍人 服替代役、議員或公務人員 不得為罷免提案人的規定 我們比較希望能夠尊重院會出審的決議 就是回歸到四分之一的這個門檻 然後公務人員這個部分 還是希望能夠維持不要擔任提案人的這個部分 大概這是內政部的建議以上 好 來 我們將那個協商的結論 還有條文 扁條文的資料 給廖總召 這個是一個是協商的他們黨團成協商 那你那邊有沒有這一本 我們的官 有沒有 沒有 那一本給他 哈 有齁 好 好 來 那中選會來 謝謝 中選會因為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已經全程參與 那事後也對所有的內政委員會通過的條文有很仔細的檢視 所以我們對今天的協商結論一定尊重 那沒有其他意見 謝謝 好 那民進黨黨團針對還有國民黨黨團兩個 時代力量黨團 親民黨黨 針對內政部跟中選會有沒有要垂巡的 沒有的話 那來請留書記長 對不起 因為我們有參加黨團協商 我來請教一下內政部或中選會 剛剛有一條就是罷免跟選舉可以同一天舉行 那如果被罷免人跟被候選人 雖然是不同的公職的候選或是罷免的對象 這同一人的話 那你怎麼在法律上怎麼做進和 被罷免的人 我說給你聽 譬如說 我是說你可能是縣市長選舉的時候 可能跟立委的罷免同一天 那這個不同一個人的話 你在法律上的進和是以誰的為主 這個怎麼處理 這個好像並沒有排除 沒有 我們就 主要他有參加當次的選舉 合併的 不同種類的 他就是 那我們就不合併 你是說罷免案就不跟當次的選舉 不同時舉行 因為我們就是說 因為 那你要弄清楚 對 不要讓那個罷免案跟那個選舉 混在一起變成那個 模糊掉焦點 那我再問一下 就是譬如說這個罷免案 如果針對縣市公職 譬如說有些是市代表 也是適用這個四分之一的條款 是不是 對 也是 因為縣市代表的市代會 他們那個都是一千票 對對對 是多席次的 這算適用 是嗎 劉委員這個意見 我們很清楚 就是說這個 事實上就是說 我們其實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式 更好的一個公式來講說 罷免要怎樣通過才合理 所以還是一體適用 市代表都有這麼多人罷票就動算 那因為你罷免案 你在連署的過程當中 他的門檻不管你是10%還是很低 那有沒有可能到時候變成說罷免一次是同時罷免兩個人以上 也有可能啊 你沒有限制你罷免案只能連署一個人嘛 你了解我意思嗎 我現在講的就是 確實是有可能的啊 每一個罷免案都是個別一個案子 我知道 但是我如果是連署人 我可不可以同時連署很多人 譬如說我們的世代只有七個人 那有一個人獨大 我連署其他六個人都被罷免掉 我連署其他六個人都被罷免掉 我當然知道 就是可以就對了 你要按那個 這個要接 可以可以 可以還是不可以 可以 可以齁 好 謝謝 好 那麼針對中選會跟內政部各黨團 還有沒有要垂詢的 好 沒有的話 那麼我們就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民進黨黨團還有沒有要表示針對這一次這個罷免 那個選舉罷免 來 好 來 這個 這個法案 這個上禮拜時代立昂在 院議會提出來嘛 後來同意處理嘛 後來本來我們要提說 這是立法程序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很嚴肅 因為法案提出來 院議會要處理的時候 通常過去一定有草委協商 那草委協商之後就是說 這張品都是36條 36條 那條文本是29條 那這個是屬於比較沒有爭議的法案 所以我相信大概只有一個條文 不同意見 我們還有十分鐘不同意見 所以我的主張就是說 所以今天要有草委協商是應該 在過去的立法程序上面 好 那王院長在的時候 假如都沒有協商的話 他就令定其處理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有的條文很多 然後院議會長根本沒有辦法處理 或是大家沒有講好 發生抗爭等等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草委協商的用意就是在這裡 這個法案 上次不讓檔產條例也是在的協商 本來協商說二十條有不同意見要發言 後來在院議會裡面的處理處理 是四條發言 所以法案才能夠過 換言之說 整個所有法案都不協商 然後叫程序這樣錄下去 我想這個 現在立法上很困難 我是講持平的 不管哪一黨執政都一樣 其實也要規定 其實也要規定 差不多一個月 沒有結論 有宴會定期處理 有宴會定期處理 有宴會定一個時間來處理 上個禮拜本來我們要再表達就是說 這個紀錄行然後再來處理 起碼接受實在力量的意見 我們來跟我們談 我當然沒有關係 只要我們並不想處理 所以不要汙昧我說什麼 我怕被罷免不弄想辦法 這樣的來搞 我是假如大家說 只是因為有這個事情 我們答應今天協商 就是說 我們要了解 今天協商目標就是一條而已 過去就是這樣 其他照審查會版本 大家一定要簽一個 其他照審查會版本 或是照協商版本 結果這一條要表決 留待表決 表決要有幾個人發言 大家都說好 沒關係 這樣因為才有辦法處理 所以針對 針對就 不同意見的去發言 各黨政府也負責發言 然後到其他照看到 喜當結論後到審查會版本通過 這樣才能夠 因為才能夠很順利的走上去 上次 因為這 這季開始大家都對一些遊戲規則 沒有把它弄清楚 上次不讓黨成就是這樣處理 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要照整個 事件行事法來處理 好不好 我希望今天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只剩這一條 大家協商結論簽一簽 請那一條來表決發言 好 好 好來 來 程序我建立一下 因為我們當時在 朝野協商的時候 有一些文字的一些 審查會有一些文字的疏漏 所以我們在朝野協商 在6月朝野協商的時候 對 6月22 你們有一些 做一些文字的一些修正 對 那假如大家同意的話 是不是 以這個朝野協商的這個文字 最後的一個修正意見 對 你只要到 對 到該條 你們就提出修正就可以 那很容易 到那條修正的時候 你的修正 學商的結論 就修正動議就拿上了就可以了 好 好 沒關係嘛 就是各表示意見 各表示意見 現在請郭敏良黨團來 關於今天的這個選辦法的修正案 我們黨團 就是要求按程序處理就好 我們沒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們這邊 等一下 就是跟柯總召講的意思一樣 好 那就好 好 好 我們請時代力量黨團這邊來 表示意見 文字的細部修正 到時候提修正動議 時代力量不會發言 那希望整個法案 能夠今天順利的 完成二讀跟三讀 那唯一我們 有一條跟審查會的結論不太一樣的 就是剛剛陳希邁委員 他所說明的 就四分之一的問題 那我今天看到一個 有針對上一次審查會的版本 做一些史詞上面的更動 不是文字上的調整 是87條 87條 我剛剛 我這邊有 30天修正為30天起到60天 我得到的消息是中選會這邊的意思 我大概可以了解是說 因為該期間有其他各類選舉要同時舉行投票 所以你需要一些準備的時間 那只是 因為本來的條文的規定 是30天之內 那我在想說 可能中選會再考慮一下 或者是中選會說明一下 就是說 你把那個時間 那個time span 再拉大一點 是不是有可能 所謂拉大一點 是不要只有30天 就是30天到60天 你有沒有可能拉到20天到60天 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會考慮到很實際的考慮 我了解你要準備 但是我考慮的另外一個事情是 你那個time span 越小 跟其他選舉合併舉行的機率就越低 那你多拉個10天出來的話 你還是有20天可以準備 但是我們的那個time span 重疊的就有40天可以去處理 所以針對這一條的部分 可能我們等一下是 看大家討論的意見 是怎麼樣 我會建議說 如果民進黨的朋友這邊也同意的話 看到時候用什麼樣子 提案的方式 把它修整成20天到60天這樣子 OK 本來是修正30到60 現在是20到60 那怎麼樣 可以在時速上沒有問題 可以 那這個應該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那只要大家不反對我們 協商結論的第六 87條就 把它修正20日起至60日 那沒差 那他就說 從20天開始 讓他們還有幾十天的時間準備 因為我是建議 因為既然這樣就是說 我們以6月22號到20到60的修正 做基礎嘛 對 那其他的條文 其他的條文這裡 大家都同意 大家就簽簽了 沒關係啦 我來處理 如果要叫你說話 你就是你騷 對 選舉 是一個我們講 我們早就選選以能 就是很神聖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 在罷免的這個程序裡面 門檻降低 當然 對這個未來所有的候選人 是有一個非警惕的一個效果 不過另外一個角度 其實就是 其實也要讓選民知道就是說 如果門檻過於過低 親切的人可以罷免 親切算算的 後來我剛才把你罷免抓就好了 這個會讓選民也有一種 錯誤的判斷出來 就是在挑一個候選人的時候 就必須要很認真的 去來選出一個好的候選人 不是說這判斷了 反正很容易罷免的 我再來罷免 其實這個邏輯也有不通的地方 不過我們 親民黨這邊沒有特別的看法 既然大家對私人之一的這個部分 願意照程序來走的話 我們也願意照程序來走 那到時候也讓各個政黨 表示出他們自己願意負的責任 不過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在選舉的上面上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 大家都有共同的認知 選選以能 選選以能 選選以能就要讓 第一次選舉的時候 就要讓我們的百姓 挑出一個真正好的候選人出來 這個邏輯也應該是 大家也要去思考一下 所以我們 建民黨沒有特別的意見 我們願意照著程序來走 謝謝 好 那麼各黨團 針對 這個 這個公職人員選 辦法的修正草案 還有沒有要表示意見的 如果沒有的話 大概我來綜合一下大家的意見 基本上 我們的程序 有一個大體討論 這個案子有一個大體討論 八條有修正意見 八條修正意見的 就由修正 就提出修正動議 那 因為 這個有修正文字的部分 大概都是學商之後的結論 那這 八條 各黨團要不要 那 就是由 提出修正動議的人 來 說明一下 還是就由 書面 我們讀過就可以 好 那書面就讀過就可以 好 那 那 這樣就 好 大體討論 由各黨團 推敗代表 那代表幾個人 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 那 那 主條的時候 沒有意見就讀過 那 那大家就不表示意見 那文字修正 提出書面 我們 依照提出的 書面的修正動議 我們把它讀過 那 大家也沒有意見 那針對 時代力量有 第90條提出的 那個門檻 那就 退派代表 表示意見之後 我們進行表決 這樣好不好 就這樣的程序 可以 好 這些 是協商結論 這個是協商結論 那我們就依照協商結論的文字修正 來 讀過 你們要提出 因為 因為 審查會審查過來的 的文 跟 協商結論有一些文字修正 好 那如果這樣 好來 請 剛剛院長提的90條是今天新增 不是 不在協商結論裡面 沒有共識 沒有共識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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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門的門檻 大家有不一樣的看法 那 好 那這樣如果可以的話 來 我們 我們 我們這個大體討論 那 怎麼 那個 蛤 怎麼樣 剛剛那個 協商結論 就是文字的部分 我等一下會唸 修正如副建議 直接就簽 我知道 我先講 原則性先講完了 那 那個 大體討論 那 各黨團要 推派幾個人 來 親民黨你們 優先啦 你們要推派幾個 大體討論 好 親民黨一個 時代力量要幾個 我覺得這個就盡量 你們 只要願意我們都接受啦 一個 你們要幾個 國產委員 大體討論 大體討論 就是總體的大體討論 總體的大體討論 總體的大體討論 大體討論 不好意思 北京來 那個 大體討論要一個要兩個 我們都沒意見啦 尊重其他黨團 我剛剛看到那個協商結論 對 然後裡面87條 放在裡面 然後修正如副 附件1 那那個修正如附件1的內容 8的7條的部分 是不是就按照我剛剛那個 改20日了 改20日 改20日 30日改20日到60 剛才那個大家都沒有意見嘛 這樣啦 大體討論每一黨派一個人講 這個 好不好 沒有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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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先帶一討論 帶一討論 那進入那一條 要練 要練 練到第90條 要表決的時候再上去講 要先出議 50條 不要啦 我們90條可以 我們早上先來處理 早上先來處理沒有意見 我們下午2點半再處理第90條的表決 還是你可以處理好之後 沒有啦 這個建議容易先處理一條 還是要練要練要時間喔 先處理 不要先處理90條 要處理有意見的 還是要主條開始啦 來來來來 選訊上應該是要一條一條 對啦從第一條從名稱開始 對啦我們不要亂掉啦 還是要留啦 這樣子的話前面宣讀的時間應該不是很長 因為二讀而已嘛 前面宣讀的時間應該不是很長 大概 大概一個小時啦 大概一個小時 所以應該早上都處理到90條 好啦 我們就照程序今天早上把它處理 好 那我們現在這樣啦 我們就10點準時開會 那今天早上我們處理好 今天早上我們處理好 公職員選霸法的修正案 之後下午2點半 我們來學商國營事業的 這個第二案 這樣好不好 先處理啦 好 來那個 學商 來 好來 第四項 第一點 各位注意一下喔 內政委員會 並按審查 公職人員 選舉霸免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其中第51條 第52條 第54條 第76條 第83條 第87條 第110條 第124條 修正如附件1 這裡面 第87條 是30日 改20日 啊 這個啊 第二 時代力量黨團 首題第90條 修正動議 提報 啊 院會表決 第三 區域 軍照審查會 審查結果通過 第四 惡讀廣泛討論時 由各黨團推派 代表各藝人發源 依親民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 國民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 之順序 以交叉方式 發源 第五 第90條 條文 進行表決前 由各黨團 推派 代表各藝人 發源 依親民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 國民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 之順序 以交叉方式發源 這個就是 剛才大家統合的意見 院長 我們上禮拜有在這裡講 國務院事業預算 那下午兩點半我們來學商 早上處理公職的遠選 上禮拜講好了 好不好 報告院長 因為你現在突然才說下午 我們準備的時間是上午 沒有每次都有理由 那等一下就結束就來 到下午我們恐怕找不到人來開會 啊不啦我們這個結束就來學商 你來就好了 連我都沒有時間來 不要這樣啦 因為你就訂了10點 所以我就10點準時來啊 這個很嚴肅的問題啊 不是 現在已經快10點了 這個 要結束國運事業預算又不省 這不好啊 還是我們現在來 還是我們兩點 這樣說 你們選擇吧 還是我們兩點半來處理公職的遠選舉 現在來學商國運事業 既然大家都來了 應該現在 表決說大家都會來嘛 表決完畢馬上過來就好啦 怎麼樣 一個小時 不然我們11點 我們大概一個小時 這個案子就可以處理結束了 表決完畢我們就來嘛 好 表決完畢我們就來嘛 我準備便當中午 中午以前不能通到下午 好中午以前 好 中午以前 表決結束就過來 不是啦 處理完結束就過來啦 好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10點開會 簽名來 來 我猜啦 那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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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